警方回應指一名68歲的女子 昨天下午在灣仔宜和街公眾地方叫口號 涉嫌違反煽動意圖的相關罪行被捕 而一名24歲的男子和一名69歲的女子 昨晚在宜和街公眾地方刑跡可疑 而警員上前折查期間 該名男子懷疑襲擊兩名警務人員 兩人分別涉嫌襲擊警務人員 及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被捕 而另一名23歲的男子 昨天下午在興法街一個公園內 懷疑襲擊兩名保安員 涉嫌普通襲擊被捕 所有被捕人現正被扣留調查 而現場另有三男兩女 年齡介乎27至88歲 因為涉嫌破壞社會安寧 而被帶返警署作進一步調查 他們其後全部獲准離開 而荷蘭德國駐港總領事 昨天盟駐港澳辦事處處處理主任 晚上約7點半到達維園 三人逗留約10分鐘後離開 期間面對傳媒提問 只是表示到場行下 而另外社運人士劉玉蓮 昨天晚上在旺角朗浩方外 以個人方式悼念六四 期間有大批穿著戰術背心的警員在場戒備 而另外警方也派出便衣警員登記連姐的資料 喂喂,看完米酒住,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